他们的讯息的这个释出呢 非常的有节奏 那我觉得首先呢 要赖清德呢 真的是要 我觉得大家要放大 用放大镜 来观察赖清德的这个用人 从陈宗雁到李孟雁 他们都是在这个赖清德 在台南市政府团队的时候 就是涉足这些风月场所 然后呢 一个喝花酒 另外一个呢 有十年的 这么长达这个十年的 这个时间的这个婚外情 那你赖清德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团队的一个气氛 你到底是怎么样去 领导你的这个团队 会让他们觉得说 在你手下做事 这些东西呢都无所谓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奇怪 而且这个陈宗雁呢 他任内 他在这个台南市政府 当这个新闻国际处处长 还有民政局局长任内的时候 他的跟涉嫌跟这些业者 之间有那种帮他们官说啊 然后还有这个涉足 就是召记的这个事情 是曾经有调查过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赖清德呢 还是把他呢 拉拔到这个中央来当官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 这个用人的逻辑 是不是因为他这样子的用人逻辑 才让其他的人觉得说无所谓 否则的话 你陈宗雁 这个李孟雁 你自己很知道 你有这样的问题嘛 然后当你在 当你被已经被跟了 这如果没有意图安排的话 谁会知道你 你那个去喝咖啡 去那个人是 是张刚为的这个律师呢 就是已经有人在盯着你了嘛 你还敢接下这个 敢接下这个位子 要不是因为这个女子呢 是个陆沛的身份 他才在第一时间的赶紧 把那个辞职的话 否则我觉得 这个就是牵涉到 赖清德的领导风格的问题了